大家好,我是星球烈士长秋秋 今天给大家带来星球一周开荒指南 帮助大家理清思路 坐稳啦,三连关注,秋秋加速 首先,我们都知道星铁是个单机游戏 对大部分普通玩家来说并不需要爆肝赶进度 秋秋科学搭配,已经为大家整理好了开荒攻略 让大家在上线第一天就有明确目标 第一阶段,适应阶段,耗时一天 主要是根据游戏指引熟悉基本玩法 完成主线序章任务以及提升角色等级 秋秋建议将游戏等级提升至12级 8级就可以开启体力系统 10级可以开启行动摘要拿奖励 12级可以开启每日时讯步入游戏正轨 第二阶段,第2到5天提升阶段 游戏重点在于提升游戏等级 解锁更多游戏板块 18级仪器系统正式开启 有啥用啥就行 20级均衡等级突破 提升掉落物品品质 23级可以解锁忘却之庭和原神深渊类似 开荒期目标是通关到第三层 把系统赠送的亲切来到手 24级仪器副本开启 不过前期不会掉落高等级物品 最好还是放着以后刷 26级开周本 可以获取大量的资源 但是先别急 可以等30级后解锁下一级周本再刷 这样获取的周本收益会更大哟 因此对于想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玩家们 秋秋建议在本周日将游戏等级提升至30级 第三阶段,30级以后探索阶段 相信还是会有一些干地玩家 选择干净度尽快地进入刷仪器的阶段 但到这里基本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探索支线 配对挑战 培养角色 创新玩法 甚至科堂二冲 哎呦 自由的米哈游才不会管你呢 好好享受就行了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了 视频制作不易 还希望大家能给秋秋一个免费的三年 谢谢大家